你生活怎么规划 生活啊 嗯 那这一大叔 那就是 灵国钱吧 多钱啊 很大 这灵国钱比方说 要两千块钱一千块也差不多够了吧 不够 明明知道老年人相亲一谈钱就翻脸 大哥大姐们还是绕不开这个坑 因为钱是他们唯一共同关心的焦点 现在不厚着脸皮提前说明 会为将来埋下无尽的麻烦和危机 你看今天说的这位周大姐 刚刚提到钱的问题 对面的王大哥支支吾当面不好说 背后悄悄的告诉红娘 刚见面就说钱 王大哥感到不可思议 他以为要处一段时间再说 这让周大姐感到疑惑 是不是王大哥没有经济收入呢 喜欢的朋友请长按三秒点赞 强烈推荐支持 你有劳保吧 劳保买了 买多少钱的 八万的 对八万的 说唱了 那你一个月要是退休 那开多钱的 投一年二年好像是得 也一千五千 我投一年吧 每月一千多的养老保险金 确实不多 但是两个老人的日常 基本开支应该够用了 不养房 不养车 不养孩子 不养老人 每天两个到三个宝足够了 再说周大姐 未必是躺平啥都不干啥都不说 其实我不在乎钱 我也有劳保 我一个月两千多钱 我主要是看自己人 给我看的自己人大不大方 给我一千也好 五百也好 看看他这个本人 小表心眼 原来周大姐要钱 是为了考验王大哥 这可是个危险 系数很高的操作 你没有自破烧烤 师父们的考穿绝技 万一考虎了 既不好吃又不好玩 但是表面上漫不经 心细声细语的王大哥 这一次一反常态的 向了大老爷们雄为大发 找老伴就是为了过得舒服 老伴是人不是钱 周大姐还真是个敞亮人 那对钱的态度 对人的感受 真是太感动人了 可是他摆迷中有一书 说的话全都在里 只是出现了一个 只有市场上才会出现的词 标价 你说的标价 是王大哥的标价 还是你周大姐的标价呢 这个词在这里用非常的不合适 以前有朋友说 老年人相亲都成了交业 变成了菜市场 你再来个明码标价 那就更说不清了 再说你在节目中相中的王大哥 也并非是看到了他的明码标价 大姐是咱们之前不是 在电视上播出之后 相中王大哥这人了 觉得一是干净利索 二也不抽烟喝酒 然后人也挺好的 所以就联系我们说 来大哥家见一下 可以 王大哥自从上次参加相亲节目 他人品好 待人诚实 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看中他的老太太们通过线上线下约会 周大姐就是找到红娘 要求与王大哥相亲的 这等于是主动送货上门 那么这个实在的王大哥 对天上掉下来的周妹妹是什么态度呢 王大哥给周大姐打了99分 这个分数已经是非常高了 剩下这无关紧要的一分 竟然是要通过接触了解才能获得 看来这一分的含金量确实挺高 夜郎自大的王大哥自以为是周大姐主动来相亲的 应该对他百分之百的看上了 可是周大姐对他并非十分满意 喜欢的朋友请长按三秒点赞强烈推荐支持 就是长得像就是形象 长得挺挺碎老的 看着跟电视上比呢 电视比也差不多了 不是那种让你觉得 来这一落千丈的感觉心里 没有吧 那没有 待会儿在这跟他唠一唠 周大姐提前在节目上了解了王大哥 缺的就是会见本尊和进一步的接触 真人见面了 虽然没有万丈悬崖跌落的失重感 但也让早有心理准备的周大姐感到有些遗憾 幸运的是这个遗憾 在可以消化的范围之内 既然没啥接受不了的 那就无力四处看看 全面了解一下这个貌似忠厚老实的男人 在这不是 挺厉害的 男人当初还真不错还行 这一个男人 这日子过去不错了 这老掉牙的俗套 看房间查衣柜 按照红娘的一套既定程序下来 周大姐对王大哥的综合评价 还是保持在高水平 虽然还是认为她的长相不俗也不再挑剔 反正也不是充她的长相来的 这还真是英文大剧 情人眼力出西施 周大姐就喜欢王大哥这个调调 干净利落会过日子人品好 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能有这样一个老实人陪伴下半生 也是一件美事 王大哥见周大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兴致也上来了 带着周大姐参观她的古董家具 30多年前结婚时自己做的家具 王大哥依然保留着 保留着的不仅仅是眼前几件家具 而是他对初恋 对婚姻 以及对过去老伴的纪念 王大哥呀 过去的已经不能回来 今后的生活还要继续 家里需要补充一个女主人 那么这个即将成为王家女主人的周大姐 看中了王大哥的什么优点呢 我就喜欢去找我试试的 本本本本的一个 跟我想话差不多 我也没有什么喜欢爱好的 打麻将啊 跳舞都不会 两人都没有不良嗜好 凑在一起肯定是你疼我啊的好日子 周大姐像是看到了未来美好的生活 在向她们招手 她对王大哥已经是没啥挑剔的了 反而担心起王大哥对她是否满意 王大哥爱干净的习惯 没啥事就擦 没啥事就擦 擦来擦去还真就把媳妇给擦回来了 登记结婚 双方安心 这是稳定婚姻关系的法律基础 周大姐在说王大哥在听 还一边听一边打着哈哈 对于结婚登记这事 王大哥有自己的主业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 下次再来不迷路 能和自己过日子的是老伴不是钱 周大姐以为王大哥害怕登记之后的资产流失 当即表态不贪图往大哥的家产 这个表面老是本分的王大哥 一点也不缺心眼 周大姐怕王大哥不开窍继续解释 我是想登记我受法律保护 就是说你家产我不整 就是你家产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你趁一千万年没有我一点关系 你看周大姐的态度 你家里有多少钱和我没关系 登记只是为了用法律保障婚姻 我是来和你过日子的并非为了分家产 看着王大哥死牛蹄子不分呀 那么他是个什么想法呢 登记这玩意都无随小事 登记都没有关系 登记了你也走了 你还能看什么人 登记只是一种婚姻状态 想通过他约束婚姻不是万无一时的 因为没有强制性 如果心不在一起了 结婚证不会变成一根绳子 把人拴住 眼前的例子比比皆是 是啥样的 怪不得老王在这里死降死降的 原来本小区就有活生生的例子 老实巴交的王大哥 被眼前发生的隔离一夜折磨 你看周大姐是那样的人吗 确实都不容易 需要再婚的老年人 都是从不幸当中走出来的 对晚年凄凉生活的恐惧迫使他们不得不找个相依为命的办 说实话正如王大哥所说 登记不登记无所谓 但是周大姐一门心思 坚持在一起就必须登记 这样才能安心 王大哥见周大姐如此坚守 面对心意的周大姐只能做出妥协 周大姐见王大哥同意登记 心里是恶开了话 一时激动竟然要拿出钱来一起过日子 前提是相处半年之后 两人感觉好决定在一起了 你的钱我的钱都是咱俩的钱 能不分彼此啥事都好办了 两人相互为伴岂不是一件美事 那早不就是老伴就互相互相有照应吗 都相互 他对我好我也对他好 对我一个好 对你一百个好 都相互的嘛 是不是 那俩人不是挺好的生活吗 还是说过的那句话 幸福在哪里 先要付出才能获得 有失才有得 美好的生活 正等待着王大哥和周大姐去好好的享受呢 钱为何物 人为何物 阳光照不亮夜里的鬼 六处不知道人间的胃 谢谢你的收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我出去一旦说 今天就是农村公里 不能说那么恨 就他这种强势对我来说 他压不了我 我也不服他 他也不服我 多久我就开始给村上当吃小医生 那时候啊 我父亲给村上当吃书去嘛 他说你那么有 当的先吃一整味 挺好的 反正他那个接触应该多一点 那啥不干了呀 那时候我们这可是吧 穷 难道看完病了 一半我一会儿来嫌 所以时候就不干了 那你之后干啥了呀 种地啊 种地养牛 完了现在牛又不养 我种地 儿子是我孙子来 一到二是我大孙子 儿子知道你 昨天这过大儿子来 那么开热力就是 让送一下 特意过来的 我今天在这 就代表我们群人 代表我老弟生下 说我老弟谈这玩意儿 什么事都 我这句话就可以说了 都是对这个 他的另一半 没有任何要求 如果说他们年龙大了 都七五八十岁了 说没有自主能力的 那接下来的 这个一切事情 我们家我不敢说太远了吧 放下三五十岁 我都比 我们家是最好 他比我大一顿 一点换习惯没有 玩手机 不打八戒 早一最好就是 很远远吧 我说你就是 看着都不出眼 那是可能的 人得必须心得好 通经那里 性格好 没有不良色好 你一三五这块 能有啥要求呢 最好是三五 我退休了 一月开一千四百多 一个儿子 结婚了 有个小孙子 我家就这几回 我今天 我六三年出生 五十九 五十一岁 周六岁也五十八 两二吧 那我还比你大一岁 我六十 你十五的 我就是对着十五的 有点眼睛 多数度 没事 做朋友 我应该说 做朋友 可以吧 我就是不找十五的 大的不要 不能说大 因为我说女人嘛 那咋说 就跟男人 就是同学的话 他这个抗老性 没有男性 他就像女性了 这是那个大哥的儿子 这是大哥的儿子 来吧 走吧 你爸呢 这儿呢 来吧 来吧 这是郑辉武 郑大哥 然后这是沈文杰 沈大姐 你好 把大姐可能坐挺长时间车呀 对 今天那个 梅河那边 对 而且梅河那边 还下的那个大暴雨 你知道吧 今天来这儿没钱 走啊 这下 亲戚都来了这是啊 你都来过来看看人是不是啊 行 挺重心的事的是不是啊 行 他行 他的身高过游 按正确来说 这个年龄呢 咱也不是说 他长得 不是那么帅 但是也不能看 算行 咱现在就是去看看 如果有缘分呢 也许能走到一起 那是不是 我一看你过来过来 过来咬脑袋了 不行 不行 差哪儿啊 这个没脸眼 这样身体不长 我大爷就说你妹妹 大爷 身体好吗 从哪看出来了啊 你面色啊 现在就是农村屋里 不能说那么黑 其实我农村屋里 我也不能吃 我们具体 最起码 丑啊 皮肤得白一点 是不是 我现在啊 跟你说 还有点火的希望 我头两年啊 我巴不得得 我得点大病 我也 我也不活的 这里 就是我 就那个时候啊 我都是 我那个心理 就心理好 都有那个 赶紧 我也得大病 就就就那么患 就有病啊 甚至说 有病我都不想吃 就等着死 太好了 就上海人 都有一个心理 我也来说 我找上海人 他有那个 共同那个 那个 共同那个 对 然后就会 能互相理解对方 对 他直到这个 一人顺服 第一个孤单 第二个孤单 男也好 女也好 是 我身体不太好 我这起码来说 气味都不太好 你一进 我也知道你抽烟 嗯 但是你抽烟 你是有病 你气味不好 我气味不好 对不对 只能我气味不太好 但是吧 你除了气味 还有什么 大宝贝 我不知道有病 那我不知道啊 实验常的缺氧 缺氧之后 其实新宫的 就是姑娘就饱了 到臭气肥心症了 我当大夫那天啊 肥心症有一次嘛 他这病也不是一年二年 你知道吗 病不是抽烟 这病怎么能的 东北气候就饱了 他这冷空气 冷空气一次就好 特别易感冒 这样也能免疫力就差 他永远感冒 对 一感冒就咳着 嗯 对不对 对 我身体想的啊 我长的是农村的第一个 身体第一个 必须健康 第二个 不吸烟 不冷的烟 喝着酒可以 抽烟吗 我会抽烟 那这有烟抽呢 不要不要 现在不要 我除去你再说 我就这样 有害的时候 大姐姐都不敢不敢听啊 没关系 就他这种强势 对我来说 他压不了我 我也不服他 他也不服我 就是他 就在我面前 你要觉得说 哎呀 我这么背 那么背 我就是这样 你要就这样 不要麻烦 嗯 我不再说是 在你面前 我批你挨多少 批你逼多少 不可能 我这人 干啥事都这么多 我说这个事情 就是不行 咱就没啥事 就是没有演员 对 对 没有演员 就不行 不想找 那是啥事 还是想找个影响 对 原地点 就是顺利好 长相顺眼 那就行 大哥我想说的是一下 你想找的 最初小的 然后呢 没有双胞 还得长着吧 也得好看一点的 还得能回到农村 跟咱一起干农活 八包米 不干活已经 不干活已经 这回 只要能做饭 那洗衣服就行 这回不要 你干活 我能说 就我是到烧柴的时候 我把柴子都给它爆污了 它能烧一下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姐妹 喜欢星空 给个观众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我也没有继续 嗯 对 就就有过 咱们你有这个生活继续 有病了 有个过河前 是不是最起码 谁也不是不去连累去 你说现在咱们一点都没有 你也没有继续 我也没有继续 就靠这点生活费 一旦说是 像你这推卡会 如果说是需要住院 是不是得给点钱 是给长孙往这干的 啊 就是这么甜 也配慢了这人的 我还没到呢 嗯 那你说 没有时间干的 这个生活 在一起 我天妈呀 干的啥玩意 在肉身里 我天哪 丑子我都得急出病 你这买的一大机会啊 买整个 不能买半辣的 整个的好 这还 这把昨天那个片子也带来了 对 带他干啥呀 第一次让眼睛验证一下了 我有没有毛病啊 啊 哎呀妈 你这大西瓜也太蠢了 你这太实诚了 一买西瓜买整个 哎呀妈 这鞋味 哎呀你好 哎呀你好 哎呀姐姐 您好 这哪还买的 哎呦天 你投资见面 给你买袋水果 这哪还买这个水果呢 这这么客气 这哪有呢 哎呦我天哪 买了一整个大西瓜 要不能来这么晚呢 这买水果去了 我姓赵 叫赵果霞 我叫孙恒德 孙恒德 嗯 长得还行吗 嗯 长得还行 听说话吧 丑的是人的 确实一个很老实 很有挺厚的味 但是他这个肯定是个慢性的人 是不是等着急了 可不是啊 也着急了 发现是那啥 他这头 尤其是现在走路嘛 嗯 是吧 然后再加上去买水果 身材呢 嗯 长相呢 挺好的 你看大哥手里还戴的啥 啊 这个片子 有个 就是昨天那个在县医院的片子 嗯 大哥大哥你 你走 你看看大姐看看你这个 闻着下来就在鲜花 嗯 是这样点的 嗯 走路没看出太大的毛病 挺有诚意的 最起码不要我产生别的怀疑吧 这俩人 不知声呢咋 你说啥呀 他了解了解 对 他闺蜜都说的 互相了解了解 也退久了 那退休之前在那块的 很早以前自个儿 卖过一段服装 我爱穿 你就是后美 你这属于女人的天性 你这属于说这很正常 你入冬了 你干啥 看哪个雕 样式好 那都可以买 那这么说你有点储蓄呗 没有 没有 我这俩钱一开始 连我住房间 我求的 都给孩子买房买车 都给了 对 当时买车买房 那啥子也有点积蓄呢 以后这点这个工资 就是 很久够了就买了 就是靠着工资了 对 那靠着工资 要买个雕 这得攒几几个月 攒几几个月 不能买个雕 你先得买个半辣雕 我感觉有个半年左右 也就买了 如果说是你要有 这个积蓄还可以 要是一点没有积蓄 所以咱们就靠着一点 上工资 咱俩要是说 想要超出这个工资的范围 要买点东西 那就得靠 应咋的 那你要是那么理解 也是那一个 那你说咱们就是交趋难费 这是个趋难费 是年年都得交的 而且是一次性就得交齐 你说这一下子 哪有五千多 咱俩咋胜活 生活费用还低一点 但是那又不入了 那也我也没收 那就我就挣这些钱 两个人钱 谁说你这不两个人 你就是我们两个都交着五千块钱 我们两个都交着 你说说了 咋生活 都交着都不够啊 你这都有积蓄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积蓄 你就也处于病房了 对 咱们有这个生活积蓄 有病了 有个过河钱 是不是最起码 谁也不去连累去 你说现在咱们一点都没有 你也没有积蓄 我也没有积蓄 就靠最短生活费 一旦说是真正 像你这腿卡坏了 如果说是需要住院 是不是得点钱 万八的 一万两万 三万两万的 你搁啥 是不是 那我问一下 大哥 你从我要是 比如说腿卡坏的 然后住院啥的 那什么钱 是等着儿女来拿 还是怎么 儿女要知道 我要住院了 儿女必须给他 在一个领利医保卡 也不一定花多少 我不找这样的 两个人 你既然生活了 你就别牵了一个儿女去 找就是互相负责到底的 我通过了解 两人 就是对彼此 演员都还行 是吧 大爷觉得 大哥这个人挺憨厚的 要不定就先这么地吧 也不做进一步了解 就先暂时这么地 大哥这种呢 大哥这种也觉得 大爷的演员 大爷都挺好的 可是挺有主便 有关事的 好了感动的故事 就讲的这老铁们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的 给个关注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老头你能要点脸部 人家大妈脸皮薄 哪像你啊 拿袜子当口罩 臭不要脸 面对镜头咋一点不知凶呢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名 叫李志勇 李大爷六十四了 每个月工资两千九百块 都说个子矮的都是精华 大爷为了这次相亲 也是做好了尊备 早早的把自己的房子 过户给了规律 为了不让后老爸 分你的财产 你可谓是杀费骨心 你就像那水肠里头 吸眼紫贼多了 这红娘刚进屋 被发现了不对劲 大爷你这是离婚后 一直没洗过衣服吗 怎么麻麻烈烈的呢 我看这衣服这是穿旧了 还是不咋干净呢 这是穿深藏的 这是穿旧了 还是没洗眼是咋的呀 穿旧了 穿旧了 那你今天那个 我看你这啥裤子也不不敢 那今天相亲啥的 没换问医生了咋 咋没换问医生 我现在说是虚假的 看我就没有 咋虚假的 平时啥样我就啥样 大爷你可别摸了 一会你这衣服都盘得有黑发亮了 你这拉拉拉啪的叫做有个性呗 还说啥 这就是你平时随性的模样 你倒是挺会给自己贴心 一会去人大姐家 那沙发都得一座一个黑人影 你这平常估计都不敢抽烟吗 要不你这一拖鞋 估计不烧隔一天一夜 根本扑不灭 你到人大妈家里可千万别换鞋 要不那多年不洗的脚 再给大姐勤着 大爷这就说了 男人不都这样吗 我是埋态了一点 但这根本不是缺点 我最大的缺点是这一米五的个头 其他方面那是杠杠靠谱 是啊 人家打篮球招呼你干嘛 你那小短腿估计都追不到球 从小大爷就收尽了爱情的苦 女生都嫌弃她这身高太不安了 跟她再起都没安全感 遇到坏人还的你的保护你 不过那也是没办法 不然咋办 跳起来打歹徒的剥了盖嘛 大爷在村子里那是非常出名 人人都知道 有个不到一米五的老头在村里居住 我在我们家那块里 各小村啊 那我就洗一洗 我这打不着对象都可以了 单身了这么多年 硬是没有一个人给大爷介绍对象 不过也是 这家伙介绍给谁都得结仇 找不到对象的大爷很是着急 后来大爷灵光一闪 找个眼神不好的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我们同学给我介绍这个 就我这个前妻一下 他是啥那高度近视 他是高度近视 要问前妻眼神不好到沙城路呢 50米那雌雄不变 100米外那是人畜不分啊 这下可好了 大爷可算是找到的对象啊 我这人吧 咱说生理上没病 我这个男女方面的需求 不知道能满足我 满足不了 反正正大事物的啊 咱们都不介意的宿主 不像有年轻人 大爷相亲就为了给女方爱的供啊 结果遇到大妈当场变脸 小矮子大爷终于找到了对象 两人将就结婚 结婚以后大爷发现前妻不光瞎 事还特别多 结婚以后 我就发现 做事什么都不对 过去没有那句话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话不投机半句多 说半句多多 你说你说 你别说话能够打 前妻不光对老头爱打不理 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对着大意顿揍 正常夫妻生活啊 一没有了 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跟我不断见了情婚 我不断了 还说 最上次两口 我说 正常世界的主播 就是这个正常要求 是不是 说小过夫妻生活 对对对 他说啥呢 滚一下 真的 这个死呀 这晚上才说 是不是 你带说呀 拿过去过来就啪啪啪 给我打的 你打过 别问大爷能不能打过了 能扛得住前妻的毒打 都算大爷命大 要说挨打还不是最主要的 大爷说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 前妻剥夺了他的幸福生活 最终大爷实在受不了了 两人离了婚 要说离婚也算离婚了 要说没离婚 现在前妻还在隔壁房间住着了 他上了锁 他就不上了锁 他不让你进 不是他他那东西没了 他就丢了啥的 大爷你就说你是个多不值得相信的人 前妻每每只能锁上自己的门才敢出门 不过大爷你这都来着老伴了 咋还没理清楚这些破事呢 这家伙新老伴就老伴都住一起了 这还得了吗 难不成你还想享受欺人之乐吗 我要再找一个 我再给这个死吧换了 现在他就进不来了 这我说我说撬开我就撬开 还说撬开就撬开 这是撬开不撬开的事情吗 你就算把前妻们撬开了 那不也是住一起吗 红娘听到这话不干了 你这今天不解决这事 我可不给你介绍老伴 你说咋处理这个问题我也不大量 那咋处理这个问题你得自己处理啊 好 可能我帮你处理吗 那咋处理 所以你整老伴之前你这些东西得想好啊 大姨一看红娘态度坚决 只能拨通了前妻的电话 结果啥话没说被前妻一顿刺了 你那东西你啥子拿着花 我啥东西拿着花 我干啥拿着花 你啥呀 这不是我们家谁家呀 好家伙 这前妻的口气果然硬气 这要是三人真的一起过了 那不得天天鸡飞狗跳吗 但是红娘业务能力是真强 不是不方便一起住吗 我给你找个有房子的大妈 不就完了 于是红娘找到了富士敏 富大妈60岁 工资一千六有双保 最主要的是大妈有自己的房屋 将近八十平 这大理一入坠 事情不就成了吗 要说大妈这感情经历也平凡 这边就是 就是你就像 对 那几年不都实行歌舞餐吗 没看着别人说的都是 后来我自己也看见过 大妈还是强悍 听说人说丈夫出轨后 大妈一路跟踪把这对狗男女抓奸在床 可是丈夫一心一意的护着身下的女人 气疯了的大妈多方打听 找到了女人的丈夫谈判 来我就找他哪里落了 就说论他就说 那个将来要是再有这个 他就和他那个媳妇离乎了 但是这根本没啥卵用 两人该怎样还是怎样 大妈从刚开始的想要挽回 到最后的心灰一冷选择离婚 红娘一想 大妈前半生那么惨 那么大爷那个性格 说不定真能弥补大妈那空虚的心 正当红娘想介绍两人见面的时候 红娘接到了大爷女儿的电话 大爷相信就为了给女方爱的供养 结果遇到大妈当场变脸 正当红娘想给两人介绍歼面时 大爷的女儿打来了电话 他跟我妈妈是离婚了 但是现在的这个房子呢 已经也不在他的名下 任何一个人也不可以在这个房子再娶 或者是说找了人在这儿过日子 这个是不如人去 这意思很简单 这个房子已经是他的了 想在他的房子里结婚或者同居 显然是不可能的 老头是个不靠谱的 还得跟前妻一起坐 听这意思闺女也不是使老头找老伴 我说红娘老头家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火坑啊 你给她介绍老伴 那不就是逼着大妈跳火坑的吗 可红娘才不管这些 她只管介绍对象 于是两人还是见面了 大爷对大妈那是相当满意 毕竟大妈在老年人里算那优质的女人 多大年龄呢 今年周岁是54 54 64 哎呦妈笑一跳 太激张了呢 这么激张啊 又马上跳坐了 你这自己岁数还记差批的呢 你看你那蛮连者的样 说你八十都有人性 大姐咱们今天见面了 咱就听见了 你管我叫大姐啊 我能跟你叫大姐 我说 肯定都跟你叫大姐 我对她称呼 我都没法称呼 你们叫大姐大姐 说啥说啥的 你说我都没法称呼 你咱没法称呼 我们叫老妈 你咱都不叫老妈呢 好意思 大爷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呢 再说哪个女人喜欢听 比自己大的老头喊自己大姐呢 咱会闹喝就好好闹 不会闹就别硬套几乎 还真当自己是那四五十岁年轻小伙呢 可大爷完全不这么想 大爷觉得大妈对称呼那么敏感 就是因为对自己有好感 他对我还是有好感 比如说你跟他家大姐 他不能一 他就说他对你有好感 为什么他不能一声 说明起码来讲 他说明他在乎我 所以说我的感觉就这么好 我说大呀 你可真是自信 女人本来就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称呼 结果到你嘴里成了在乎你了 你这是脑袋被驴踢了 还是出门的时候让门晃几了 大妈就差把你当成不可燃热 扫地出门了 你还在这美呢 就说你没想到我 我有点没理 你没理啊 没理就对了 那就是说你没想到我 这也太尴尬了 大妈全程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大爷不信啊 这个女人怎么可能对自己没有好感呢 她一定是害羞 对对对 女人都害羞 于是大意心里对自己更加自信了 我还啥都没说呢 你就害羞了 我再来一记忙的 不得迷死你 我这人吧 但是生理上没病 有这个男女方面的需求 不知道你能满足我 满足不了 反正正当事实的啊 咱们不介意就说这个 不像有那些人想说 我不行 我不能满足你 再另选 要说大妈这 没脚给你踹楼下都算有素质 你这死皮不要脸的呀 你前妻打你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就你这么说话 出门可得闭紧自己的嘴 要不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出门让人打一顿也挺难受的 说的好听那叫性格值 说的不好听那不是脑子不好使吗 你前半辈子是不是被你前妻打傻了 先不说你言咋样 就说说你这家里各种妥视 想要找个老太太都挺难 再加上你呢 把不住门子的嘴 我估计你这辈子想找个老伴都难 还是先把你家里那些烂摊子 整明白了再来吧 两人的相亲最终以失败告终 大家觉得如果你是女方 你能介绍这样一个老头吗 欢迎留言评论呢 开花圈店的土豪大爷来相亲 刚说出职业就吓坏了大妈 但在亮出经济实力后 大妈经典演绎穿剧便利 今天的相亲全程报响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张大爷今年64岁 每月劳保高达4个K 别看大爷的脑门赠光瓦掉 他家的生意可谓是红火兴旺 售价店不仅服务了大街小巷 中间的利润更是让大爷直呼太棒 只要胆子足够大 撒旦来了也不怕 难怪女鬼开心鬼 个个都是价值不菲 抓到一只去卖钱 下辈子付到笑开言 大爷可说了 甘之一行就是称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这些年靠着这门生意 他的日子过得可谓是滋润到南极旅游 滋润到了极点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再也没有老娘们敢跟他谈恋爱了 大爷的家是一栋二层小楼 一楼用来放棺木开店 二楼用来过日子煮灭 如果这世界上真有鬼 那大爷家都不能叫鬼屋 那是纯纯的鬼景博业城 别说普通老太太害怕 估计林郑英见了都得偷大 但即使是这样 大爷依旧不肯放弃寻找老伴的梦想 那么他到底想要找个啥样的呢 我就想找一个能村 能村到我这家子 啥也不用到我这家 啥也不用管 就只能给我做个饭 打砸的屋子 这就是他的活 但是到我这家子 我必须啥呢 生老病死我全管 你还别说 大爷在保管生老病死方面 还真挺有优势 老太太早上在阳间断了气 下午就能在地府 直接收账好几个月 充化费都不带这么快的 而在了解完大爷的基本情况后 小红娘也是立刻就想到了 眼前这位姓田的大妈 田大妈今年64岁 绝美地空气刘海惹人陶醉 虽然无房无钱无劳保 但好在人家还有巨额欠债 现如今大妈对于未来老伴 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只要对方肯帮自己还饥荒就行 那姓氏指定得好的啊 就是那啥的话 咋的也得一米七八左右 咋的也得高一点吧 喜欢更高的 对 我喜欢胖人 我喜欢瘦人 我喜欢瘦人 对 长个小孩咋的也得一胖 那丑不能碎呀 应该他指定他得对我好啊 那女生在国家那个 他临走拉了有七百万块钱 那咋的也得回他嘛 也得那个挣钱 或者说是那个 他给我出几万块钱 他给我出几万块钱 大妈 顶了个丸子头 还真把自己当樱桃小丸子 这乍一看 我还以为你把水母盖在头上呢 发型可以接地气 但不能接地府 要求可以分公里 但不能太离谱 这还没见上 就已经奠基上老头的钱包了 本来以为你长得已经够美 怎么想的比长得还美呢 不过别忘了 咱张大爷也是个阴阳两界都不缺钱的主 既然不差钱 那么还是赶紧安排二人见面吧 没想到仅仅只是看了大妈一眼 大爷就是心窝里在牡丹 整个人说不出的欢欢 好看好看美女 爸爸不像说是有的人吧 说是瞅一眼不行 还没解出来不行 他觉得还挺好 还挺有拍的 还挺有拍的 眼看二人对彼此的印象都很不错 小红娘立刻就安排他们前去酒店做谈 这个店以前我老儿子开一开一段 分给我那 这是开什么店 或者什么店 花群店 这实际上我咋就不隐瞒 这个没啥没啥 因为我对这儿吧 告诉你我也不隐瞒也不尝 就这头茶都出钱 你没看我那句声吗 那确实是有点害怕 我咋就那么害怕 啥情况大妈 自己这头发没整理好 咋还诬陷起大爷了呢 一旁的大爷见又有一个大妈 将要被自己吓跑 也是赶紧使用超能力找不起来 真是小母牛做火箭牛逼充天了 在听到大爷轻轻松松 就能赚到五位数之后 大妈刚刚搭了着的嘴角 瞬间就有了转机 从现在开始 就算大爷明说自己家里有鬼 估计他也得竖起大拇指 夸赞房子好风水 眼看着大妈已经上套 大爷也是赶紧继续下猛药 只因为未来老板不需要有多美妙 只要能为自己做饭 就算是棒到呱呱角 大爷你上辈子是卖糖果的吧 嘴巴咋这么甜呢 但这还不算完 接着大爷主动为大妈家夹起了菜 我给你鱼翼干啥了 你去来来来来 我不用 我不用 我自己家 我自己家行 我自己家 没有我家的好 眼睛睁亮点 找一真正好男人 看完别说是大妈 连我都被大爷迷上 就想问一句大爷还缺不缺二夫人 虽然大妈的刘海我没法模仿 但大妈的妆容 我可以联系逆子坟场 而在听完大爷的深情表白后 大妈也是深受感动 当即就前往大爷的家里 里里外外参观了个遍 那是满意买票坐飞机 满意上天了 上大街的小事 一收拾不就好了 那个我都没寻想 没寻想说是买不买的 其实我在饭店嘛 我就接受他这个脑子了 他觉得现在已经进门了 看见这个店了 这些东西咱能接受吗 眼看着大胖媳妇就要到手 大爷也受无比的欢喜 谁料就在此时 大妈却突然张口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我前夫那时候就是住院 其实那时候是拉了十多万块钱几个 后来这些有一点点都花了 我家儿子也帮我 剩下还剩五万多点 那啥我妈就自己扶了 万水千山总是情 帮我还钱行不行 这五万多块钱给大妈说的如此轻描淡写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欠的是话费积分 而一旁的大爷在听到这件事情后 也是首先沉思了一番 随后他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刚才那个红娘也跟我俩唠了这个事情 这个处子看 关于多少呢 完了商量着来 这玩意也不是说是那么绝对的 对不对 我要成了你丈夫呢 我也不能说我们就是脱离这个责任 老铁们 你们觉得这俩人般配吗 觉得般配的扣衣 不般配的扣眼珠子 节目最后 二人已成功牵手落下围 再次也祝福二人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解说 那就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关注点点赞 咱们下期见 这图都没有相当的 周围那十里八村的啥的 十里八村的门就接受这也不干 我也不能找我跟钱 那十里八村都送地的 一把老银都乐乐得的 没点手也不能找 你就看我这么心灵 不是说个一块 这么心灵手小 能找的啥也不是 啥要是不如不找 我就看他离异的不是死的 我就看他离异的挺好 有闺女有儿子 就是没闺女 光顾一个人 我还这样不能不行 一点依靠 正常想有的 就有的阿姨啥的 咱们是丧偶吧 人间百态 众生百相 各有坚持 坚有所求 今天来相信的大妈 择偶标准非常独特 丧偶的不要 就要离异的 这到底是为啥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 你好 我找一下朱美媛 朱姨 哎呀 哎呀 朱姨 这咋的真都打完了 今天呢 这时间打完了 都装上东西了 东西都收拾好 咱是等会 好 咱就要走了 真是鸡屁股里掏蛋 够心急的 出院当天 就忙活着相亲 既然来了 就先问候一下子吧 成啥病了 就是那个 骂医生病 就是养了后遗症 就是喘气不好喘 没虚没劲吧 那炎症没消好就不行了 我看神经 这不是神经内科吗 这不都是吗 他跟拍片后 也是那个什么 养了后遗症 那是什么 这也不分奶科了 不分奶科了 就接待病人的 有地方就高了 给你上个镜头 不是专科 不是我还行 因为刚才我看 神经内科 我以为是可能说脑梗啊 或者是啥的 我们有三个症 完了还有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养了后遗症 那都有啥症 就是甲瘤啊 养了 那点后遗症 就来划点就行了 就这么回事 你们也都是啊 就是然后现在 就哪个病房有空床 把哪个大夫 有时间 把这咱俩去院了 是不是 真的在上 大妈算得挺好啊 出院和相亲 无缝对接 打车费都省下了 还顺带蹭了个 免费劳动力 瞅瞅咱们小红娘 那是实打实的出力啊 为了今天相亲 大妈也是诚意十足 不仅买了新衣服 还特意在医院 把脚和头发给搓了一遍 瞅瞅 这不就省下回来烧水的电费了吗 就先穿这个 这个花多少钱呢 一百五 裤子也是买的 裤子七十八十的 裤子是头的买的 这个说要相亲我买的 我现在相亲没去的话就穿这个 这我没穿过 一会没穿 大爷没打过 就值得说的 叫相亲相亲的话 然后这才买了 买这个 还没穿呢 没穿呢 就让我洗的头 做还洗的脚 那就这么带 一会相亲见面的时候 咱换一样 你看行不行 费白买的 对对对 这花多少钱呢 跟这个裤子给一块买的 这两个花了 将近二百块钱 二百 谁的出门书都忘了买完了 就一个裙子加一个 还有这个 这三个 一个就买的 一天买的 配了个四斤 那四斤 那就是 就是穿上这个的时候 我们把它给扎上 是是 就人都给你配好的吧 他们给我配好 是相亲的时候用的 就这样的 然后穿一个那样的小打底腕 就可以了 打底裤子 之所以对这次相亲这么重视 还要从大妈不幸福的婚姻说起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 都是父母执名媒妇之言 因为没有了解 更没有感情基础 找对象就像拆盲盒 很不幸 大妈的这段婚姻算是重头彩了 老人不同意 家把我这菜里钱都花了 给不上 这时候要 那时候给不上 就这么结的婚 那你说这婚姻幸福吗 天天喝 那酒疯不倒 他都不来倒 有时候三天不打仗 两天 这一天不打仗 两天都早倒的 就是喝酒 耍酒疯不倒 一句话 啥也不用就打你 我就打你 你就提起打人了 你看看 我这个大宝 现在还有呢 这是 那个什么 08年打的 那血吧 打完了 跟这个就穿挺远的 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大妈在这段婚姻中 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 都受尽了折磨 直到16年 丈夫肺癌去世 大妈人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 也开始向往起了爱情 王国财 我就看她 乡亲上说话挺幽默的 完了这个说话挺透露的 王国财 就吉林 王国财就吉林那个木匠 对 不农岸县 农岸县 对 他是在吉林 然后农岸有一个那个房子 有房子 就家里头安了 我对不少监控 人家看他这都说 上他这赶上的什么的了 天天搞警察那个什么 门给他家带 不行受限制 都怕受限制 我行话了 那你隔一家那个监控 你有啥不受限制的呢 我不怕 你相容他了 这都几年了 他节目都两三年了 生经两三年了 那个节目没少看 那就赖我了 那你这还 咱俩还挺巧的 他就是我去给他介绍的 那你相容毛鼠啥了 我就看他能做那个守一活 上镇那儿 属于大公做活 看相信他这说话也挺大 挺幽默的 我看这挺好 真是鱼找鱼 虾找虾 癞蛤蟆爱找大青蛙 竟然相中了这么格路大 可大妈说了 除了喜欢大爷幽默的性格 还相中了大爷最关键的一点 我就看他离异的 不是死的 我就看他离异的挺好 有闺女有儿子 就是玫瑰 光顾一个人 我还真不能不行 一点依靠没得到 正常想有的 就有的阿姨啥的 你看咱们丧偶吧 人有的就想找丧偶的 我不能找丧偶的 丧偶的以后 咱们又到入土那时候 俩人不能病障 那你上耳病障 还能回这头 走出这步就不能回来 你的意思是 你不找丧偶的 你想找离异的 就是为了摆这之后 摆这之后 能在一起送账 还有这么个原因 有这么个原因 没有这样的离异的 我就不能找 那就是王叔 就是性格和想法 你也都能认同 都能认同 然后呢 还只好他还是离异的 对 你俩年龄还相当 他大我一岁 他是猪的 我叔叔的 看来大妈对去世的老伴 那是恨得透透的 生怕来是再相见 这回找老伴说啥 也要找离异的 不过距离大爷上回 相亲已经两年多了 大爷是不是空窗期 还不一定呢 赶紧去家里看看嘛 多长时间没见了 咱俩对 哎呀妈 好几年了 这在家干啥呢 这是 这是在家做饭呢 才吃完 才吃完呢 吃完了 哎呀 我看看 两年没见 咋的还年轻了呢 头发是染了 是咋的了 看来呀 我不染 从来不染 那这两年没见 就一点没见了 我就是皮肤 我不保养这皮肤 就是我只要是能吃饱 喝足就完事 但是我真看了 就是头发 我就以为是你特意 又染上又啥的 才有脚 叫新脚的 哎呀 我看看这头发 也是个人脚的 我看不来了 师傅 你这又是自己脚的吧 也是自己脚的 这都没整完 能看不着 能看见 能看不着 能看 不是 你推他咋不咋的 我把 你把那啥 我给你整整 来来 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可对大爷呢 真是仁慈了 两年愣是没见了 这回节目组 必须得给小红娘 夹鸡腿啊 又是当苦力 又是给剔头的 全才啊 那这回吧 我给你打电话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有人相忠你了 可相忠可相忠你了 然后我先给你介绍 阿姨的情况 阿姨家是双寥 双寥是双山镇的 然后吧 人家这个阿姨 就是一辈子啊 就是本本分分的 就是在农村的 就像你说的 你不就想找一个 踏踏实实 本本分分 都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实实在在 过日子 然后吧 你俩年龄也相当 反正经理手 肯定是 别人说 我也说不那么 那么好 那么相忠 你说的那么实际啊 就是我比较靠谱 靠谱你 你这个经理手了 别人你再说 那说那么好吗 听说有人相忠了自己 大爷瞬间乐开了花 相了两年亲 被老太太相忠 这还真是大姑娘 坐教头一回啊 赶紧跟着红娘去见见吧 那这握手 那是哪个呢 这握手还 握手还紧张了呢 跟电视手一样吗 一样 没有两样 他也没见老 一点没见老 叔确实是 你看我今天见着他 我跟你反应是一样的 我说叔 他一点没见老 还没瘦 一点都没见老 没瘦 还没瘦 一点没瘦 那就是演员跟电视上看的一样 一样一样的 我有眼光 我知道我自己有眼光 丑的演员看的还可以 但是有一点这短头发呢 短头的人都有点隔路 就以前介意 现在就不介意了 咱主要是看心好 就是年龄这么大了 不要那么太计较那些 那些有相互的照应 相互有个疼爱 关爱 有温暖 有理解 有包容 这就是主要的这几点 长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可不是吗 都大火烧竹林 一片老光棍了 还要什么自行车 见到蜥蜴的大眼 耐不住那些的激动 当场大妈就来了拨表白 我看这说话心知口快 说得挺透彻的说啥事 他说他抽点烟 那时候我没听说喝过酒 我那里的时候不让他抽烟 他气得把烟扭个黑彩车 啥忘了 他把烟撇了 一下就把烟撇了 我今儿一说抽烟 我扭成就走了 看都不看 我一听 我就得了 大姐现在就差抽烟那事 给个态度 我抽烟了 我烟的现在就就就就就冷 咱不不抽 就就就冷 咱不不抽 结束了 冷过也没冷多远 我冷车上了 冷车上我那一冷 我又捡回来了 成不成俩说 那当时是那种事 是不是 我不抽了 是不是 我记了 我能 我真正冷 我能往那冷 我那边冷 他们啥就长不来 反正挺幽默的 他觉得挺幽默的 聪明还是从 那说到这儿了 那既然说到熟抽烟了 那你介不介意啊 我不介意 那有名两个人就不抽那奴了 那就不抽能接了 我虽然长得不出众 可我善解人意 别的老太太太阁路 不喜欢抽烟 我给你足够的空间 随便抽 但将来咱俩能不能葬在一起 这个必须得问明白 他这能再回来 这孩子跟他没妈进 那你老听那个哈 不行 现在都死了 那回来咋办呢 哪回来啥 不带回来的 那你是不是长不长问题 你还长啥 你还听得完 我不爱听那个事 哎妈 胡同口算命的都没有你话多 都给你答了 咋还问个没完呢 眼看大爷得干净了 关键时刻还得小红娘出山啊 你没听姨的意思吗 姨的意思是啥 今天她特别想用你 都想跟着你 直接就回过日子了 但是姨这边人家问也没毛病 因为啥 姨是丧偶对不对 我说这我无论本来就这样 她怕的是啥 她怕的是万一你过一段时间 你前妻万一回来 就上这 别的不上 我不太回 他回来 他也不能要他 咱去活着的话 就完了 没有那事 跟我这没有那事 一开始我们离婚是吧 我领两孩子 我一个那么大 一家抚养那么大 成人成家 工作 他妈拿钱呢 跟人扯毒子呢 都到他 拿我这钱 那开始我那钱是他把的 等一下他卷跑了 所以就伤透了 别提那事 提到曾经不堪回首的往事 大爷难掩心中的怒火 这不是在我伤口上撒眼吗 你看他也伤透了心 所以说这回放心了 放心了 那还有啥说的 这辈子恨的牙草子都要咬烂了 下辈子大爷能让前妻 继续给他戴绿帽子吗 了解到大爷的离婚原因后 大妈终于放心了 职业要去大爷家看看 要是合适 今晚就直接住下了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呀你 有心理准备呀 有 要不要蒙眼睛 没事 你别吓呗你 啥样一样 没事 你瞅大概能接受就行 你熟识呗 明天自己熟识呗 那啥也不用熟识 你家屋里有人样给来 干啥来呀 你这性格多好啊 说的话实际 大妈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 两人一个嘴碎 一个急性的 将来不得战火连天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劳烦动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明天见 原来大妈在年轻时也曾怀过孕 可惜孩子刚出生就夭折了 在那之后 她跟前夫的感情就越来越僵 两人离婚后 她就再也没有要过孩子 听到这里 红娘也是跟着红了眼眶 接下来大妈谈到了自靠心窝 这段真情实感的倾诉 直接引起了关大哥的共鸣 因为这种给别人当舔狗 却得不到回报的经历 他也曾经有过 关大哥这番真诚的发言 立刻打动了王大姐 二人之间的好感多也随之飙升 就在红娘以为今天能早点收工下班之际 二人忽然聊到了年龄的问题上 随后剧情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翻转 红娘可就打了门 之前关大哥曾亲口说过 她不介意女方比自己大几岁 怎么现在倒反悔了呢 关大哥则解释道 自己最多只接受双方的年龄 相差在五岁以内 大太多了 三岁还五岁 三岁四岁可以 她配得我了我跟姐 人家一生嘛 这长得自己喜欢的 大姐不在乎你 没有东西 不在乎你没有房子 但是 人家这长得自己喜欢的 很重要 人家一生就得一次 对不对 尽管冯娘一再劝说错行 但可惜关大哥 始终过不了自己心理纳关 秉持着绝不耽误别人的原则 关大哥也是打开天窗说两话 直接跟大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咱姐们做个朋友吧 以后做个朋友做条路嘛 年龄这块我有点 行那没问题 当朋友也可以嘛 这不也挺好 对嘛 这不就是嘛 大妈表明小西西 心里确实有一万只羊驼奔波 只言对方错过自己 那可是天大的损失 他要真跟我 真是他的父亲 在那 叫他去找 我说信话 你给我 算是 你说我能背走 我跟谁 你可拉倒吧 大妈 就你那个身体素质 就算大哥比你小20岁 估计都熬不过你 只能说两个人的缘分没倒 大妈大哥都是好人 相信只要坚持下去 必然都会找到自己最心仪的另一半 十多万买的房子 十五万 对我十五买的房子 年少不知大妈好 错把少女当成宝 如果人生能回头 祖孙三代不用愁 土豪大妈相亲疯狂追案 上来就给老头全款买房 差点把大爷高兴到绝过去 今天的相亲壳太近爆了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哎 鱼大姐 鱼大妈今年八十一 经济实力贼扭逼 每月劳保有两千 日子快活似神仙 俗话说的好 鱼找鱼虾找虾 土豆找地瓜 大妈这次来相信 早就有了心仪的对象 那就是曾经上过节目的张大爷 打电话非常急切地说 想要见谁呀 相中谁呢 张霖吗 张霖吗 张霖 对啊 啊 张大爷今年七十四 没钱没地没房子 虽然大爷是个三五人士 但大妈却硬生生被他迷到失了之 别问 问就是看中了大爷 曾经吃苦耐劳照顾前妻的美好品德 他有病他自己学会打针 所以他也挺触动我为啥 我老爸在这儿有病 我雇个护工跟他特别像 所以说我们相处在我家一年多 我们相处的就特别特别好 他的姓好像就特别他俩特别相像 我说如果这样的人要是一辈子找个医处 都保证错不了 大爷的年华似水 大妈想拿他束束嘴 大妈可说了 自己最近消化不太好 就像吃一口热乎的嫩草 这样的话就算以后自己病倒 好歹还有个老头能端茶送水拔腿跑 而对于大爷现在工资拿得少 大妈也是霸气表示 自己根本没有经济困扰 找老爸不见得说他挣钱多 有地位 现在退休以后 只要俩人合得来 能相亲相爱的生活晚年 这就是最幸福 我假的俩人生活不会用多少钱 我还有工资 如果就是他不工作了 他能对我好 我可以养他 而在听完大妈提出的请求后 效率神速的小红娘 也是立刻就找到了传说中的张大爷 就是不知道 如今的大爷还是不是单身 有没有眉毛 有一个 有一个中国人仇 那个老太太不行 本人的思想品质差 道德品质不好 然后我就出于大 我现在你的状态是单身 你可不就单身了 咱们找的啥呢 我这人就是三个条件 一就是啥呢 身体健康 二呢 人挺好 三呢 会过家就行 就这三个条件 兄弟如手足 年人如衣服 大爷这尊牵手观音罗奔了这么多年 就想找个身体好的老太太回家踏踏实实过日子 那这还不好办吗 小红娘火速就安排了二人见面 而在看到日思夜想的男神 终于出现在自己眼前之时 大妈瞬间就是老太太肯压薄哈拉子留一地 在听到大妈的年纪高达80岁之后 大爷的老脸瞬间情转暴了 直接对着小红娘疯狂摇头 恨不得立刻就结束相亲 真是零要拉屎线挖坑早干嘛去了 想要年轻的你得事先说清楚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 年纪大的女人没法过 大爷的择偶标准就一条 又老又丑 立刻滚走 年轻好看 千金不坏 尽管大爷对大妈那是嫌弃直敲姥姥们 嫌弃到姥姥家了 但大妈却丝毫没有介意 而且还表示自己对大爷更加上头了 我说他那一句话就想我年龄大 很直爽 跟这样的人相处好处 这些人好像外星人 这样好 我不喜欢那人一杠压腹屁来 说不成道理能力 有啥就说啥 我还不敢出众 大妈那是五妹娘当寡妇 一人失去理智了 就算大爷明摆着嫌他岁数大 他的爱恋依旧保持着火辣辣 而为了打消大爷在年纪上的心理障碍 大妈也是立刻另辟袭警 主动了起了自己的身体问题 我没有毛病 一辈子没打过针 六十岁也不敢我身体 什么都能干 家里你看我自己生活这些年 都是自己干 所以说我要身体不好 我绝对不找老伴 给人家增加负担 小红娘听到大妈这么说后 也是赶紧在一旁疯狂助攻 表示大妈的亲人各个长寿 她家里制定的有长寿基因 她的这个煮酸胭脂有关 而且驾驶有关 她家这个煮酸就埋到长寿学上了 那就这么说 所以就是别看大姐年龄大 大姐大姐身体好 所以这个年龄问题 我觉得不是问题的 七十岁完命冲 八十岁跑马拉松 九十岁飞越罗浮宫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大妈的身体那是小母牛做活见牛上天了 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大妈身上的优点 可谓是耗子脱活路更大的还在后台 我是国企退休的 长寸纺织厂 我九零年退休了 我是国营单位 我现在将近快 我今天再调就将近三千块钱公职了 我有一宝 是一宝 就平常买药我都有 房子是我自己的 所以说 我为啥说差几岁呢 这样互补 你现在能工作 你将来不能工作呢 我可以养你 你照顾我 我先谢谢你啊 我可以养你 如果生活撑不住 找个老太来制服 你给老太柔柔肩 老太给你买香烟 你帮老太捏捏腿 深圳还未塞满嘴 这一波别说是大爷了 哪个男人看了不迷惑 大爷当场就乐到找不找北 只夸大妈是地上没有天上难掌 眼前来讲 就像你这种女人 简直是太少了 简直是太少了 那是 你不带我调就行了 他就这一句话 就说到我要还上了 别人都是见钱眼开 大爷那不能脚开 应该叫怒放 此时此刻在大爷的眼力 大妈是岁数也不大了 褶子也不怕了 恨不得婚姻就直接定在今年初下 眼看着二人之间的情愫越来越往 有眼离见的小红娘立刻就安排了 他们边吃边聊 这个馅做得不错 韭菜馅 韭菜馅 我这韭菜馅有含义 韭菜馅 丸子是团眼 鱼 夫妇有鱼 永结通心 百合到老吧 女人的嘴香气水 喝下去不甜才有鬼 听完大妈含情嬷嬷的表白 大爷也突然灵感来袭 决定当场付诗一首 请宗月 请宗花 你爱我 我爱她 我这 你爱我 我爱咱们不爱她 你爱我 我爱你 对 你可真要说错了 付得很好 下次别付了 但不管怎么样 二老的相亲最终还是以成功牵手而弄 这期节目结束之后不久 大妈就掏出了一辈子的鸡血 为大爷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价格你想都不敢想 我一看 这住新房子呀 是啊 高兴 我再一位呢 那苦就变提了 我做梦我能行呢 还能到城市里 就这么大宽敞的 这么大的楼阁 那刚才想不到想了想 这房子是多大 给你当时花多少钱了 七十点一六 完了它是五十四万五 再给住戒一万 五十五万 一生的鸡血我都拿喝了 哎呀 五十万买套房 送给我的老情郎 都说半路夫妻难交心 婚姻越过越交心 但大妈却用实际行动 啪啪打脸这些俗语 我没用它洗过去 都我给它洗 我拿着它 吃东西啥我都紧它 吃鸡蛋我都给它扒了 我总觉得 他也不容易 十几年战胜 说 我们俩这就叫啥呢 说是吃苦享乐 在一起 神仙羡慕好饭 神仙羡不羡慕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羡慕了 老铁们 你们羡慕的抠衣 不羡慕的抠衣眼珠子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小编的解说 那就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关注点点赞 咱们下期见